继续跟Thomas谈谈 科技股都可以说是闷了很久 终于好像有点生机 好像美团上升300元就流上了 两日升了40多元 腾讯压力升了1-3% 快手可以说是丑女大半身 反弹了整超过9% 我们都有看到数据 其实是反映资金是加速拍入香港科技股 好像恒生指数公司 有一个截至5月底的数据 就说追踪科子的被动资金 按月息会挨近2.7% 规模增加近300亿 近期因为内地可以买到香港的 科技的ET都比较热热热热 资金是不是似乎对科技股 也有一个兴趣 你怎么看现在是否科技股转勢 我想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宏观来说 也不仅是香港的 其实就算在美国那边 或者其他环球市的股市 都是有少少 叫做我们足足都已经 将互联网股整个新经济股 沽了接近半年 终于就开始叫做有少少少少反弹了 那我认为部分原因是 其实看回美国10年债息 虽然刚才说通胀有阴露 大家觉得很担心 但是好像自从上个月联储局 出了一个会计记录出来 就是说叫正式落地了 就是那些 那些储局官员说 我们会来近几个月会开始讨论 那就是不会立即讨论 不会立即做 那大家觉得有些什么事都年底再算 那就是没事 那就变了这段时间就反复了 债息就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没什么人顾债 那就变了债息不升或者不高的情况之下 就反为科技股大家就觉得可以买回了 就是会有个at list是反弹了 不是很肯定是否见底的 其实个个都不肯定的 但是起码就是觉得可以反弹 有得博了 而且已经跌了不少了 就是譬如 经常都说过例子就是 譬如美团这样 其实是由高位跌了已经300元以上 就是450跌到300元不够 最低260元 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有直播率 就是起码就是那个 你当其实是反弹先 或者当为一个中线反弹先 都会有空间 但是也都正如这么说 就是因为 就是反弹归反弹 那当弹到某个高度的时候 就会开始想离场 或者起码都会减 那我想 香港那边的科技股 是除了刚才说的 宏观因素之外 还额外都一样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比较惨的政策 就是很多政策 就是害怕他们在监管 是的 都都清或各样 但是未来因为7月就 100周年党兴 就觉得就是 就是熊市之前 就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应该 那这个这个月就反而是 叫做有些 就是有些冲警 叫做监管真空 所以就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动 就是很多的互联网股 觉得不要理了 就是 就是买住先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因素之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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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